中共财政部长刘坤发文称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扩大综合所得税征税范围 将资本所得财产转让 所得等纳入个税 另外国内疯传中共 要倒查30年财富的积累的正当性 体制内人心惶惶 请问七哥 这是不是中共以均贫富的名誉 开始新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 洗劫全民财富的重要信号 总体上说是 但也不是那么准确 七哥说过 所有未来 中国有房子的 有大房子的 你都想想 一定会征房产所得税 房产未来的使用税 一定会征的 还有未来的所谓的 过去30年的财富 百分之百会查的 说你钱干什么 双修了 包三了 什么买豪车了 孩子上学了 这钱东西查 交税了没有 目的不是均贫富的名义 目的是很简单 所有过去30年 都要把你的钱都吐出来 这叫什么 在国家统治学里面 有一句社会人类关系学 家庭政治学 家庭关系学 社会关系学 有一句著名的名词 大家一定要记住 叫同振效应 所以人类在历史上 用的最多的事情 所有的战争是 追求和平 没人发动战争 你需要和平吗 你不需要和平 你就需要赚钱 包小餐 吃火锅 把你所有的社会 都振的时候 就今天极端清理 各令政策 让你天天 追求的就是平静 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个时代 我天天会让你不舒服 当我急振的时候 你所有的好东西 我都会拿走 税务 房地产税 房地产使用税 过去几十年的所得税 个税 通通差 最后不是君贫富 他这个词太low了 他最后就是什么 要让天下 所有的人都和平安全 供销社来了 就集中供给 集中分配 集中大家 按需所要 这叫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时代来了 什么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归谁管呢 叫党 党归谁管呢 一切听党的 党听谁的 听习主席的 这就叫最后追求到什么 一定是中国死掉几亿人 让你在恐惧中 让你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 只有一个选择 共产主义 没有什么均贫富了 洗劫全民的财富是 洗劫全民